2015年玫瑰花车以激励人心的故事作为主题 Alhamberra市的花车上面就有着16126个激励人心的故事 今年希望之城City of Hope的花车上面 也有一对义工夫妇在合力布置 该位太太后燕三年前得到乳癌 于是他和丈夫都努力不弃磊 除了担任花车的义工之外 还经常出现在医院为病患者表演唱歌 鼓励他们 而他们也希望在希望之城的花车上面 编写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 后燕和丈夫黄小强一大座就来到布置花车的现场 为希望之城医院的花车装饰把材料贴在花车上面 看到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就知道两个人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是的 因为我们俩就是 我们俩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唱歌我们也在一起 我们搞活动我们也在一起 侯医院喜欢唱歌 在希望之城医院里面 经常为其他病人唱歌鼓励他们 后燕经常去到希望之城医院 是因为三年前被诊断出患上乳腺癌 这三年期间虽然过程辛苦 但是就没有令到侯燕和丈夫放弃对人生的希望 两个人反而因此更珍惜一起的时间 而今天两个人就为这个24英尺高 45英尺长的花车来布置 除了黑豆之外 花车还会用到菊花 红豆等等 I'm very impressed with the flow because there's so much it's busy, it's a busy flow a lot of color, a lot of flowers the whole bed of the flow is going to be flowers the yellow in the back is all going to be roses 这个色彩缤纷的花车上面有着一些纸牌 上面写着勇气和爱 正正是后燕都拥有的东西 例子的故事我们都听过感受过 听到故事主人翁 从困境就出光明 心里面都会感到特别温暖 但是面临生命的口炎 不知道前路会是怎样行 后燕就一点都没害怕 更加是牽着黄小强的手 一起鼓励其他病人 就好像2015年花车游行的主题一样 后燕以自己例子的故事 去告诉我们 无论是怎样的难题 只要怀着放开的心勇敢面对 就能够拭坏 也希望这个能给大家更多的支持 这样的话我想我们这个社会 就更体现了一种温暖 一种爱心吧 天哪维市记者孟子民 马俊 李浩晨 彩方报导 本节目感谢城堡利冠名赞助 中华航空荣誉赞助 并感谢以下赞助商 并非优优独播剧场 谢谢您的观看